那各位有没有刚刚讲到 贫尿的问题了 其实贫尿的问题 我也是因为这一次生完第二胎 然后呢就是我们 剖腹生产住院要七天的时间嘛 然后我从大概 我是第二天就可以下床 那下床那时候其实还挂尿袋 那挂尿袋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老公也说 你的尿也太多了吧 那到第三天 袋子可以拔掉了 然后我就觉得 轻松多 我自己可以去上厕所 我就发现 其实还有伤口还是隐隐作痛嘛 那就是要 一直起来上 好像一直起也不干净 一直起来上 那回去第七天 我就开始觉得 我在吃月子餐的时候 我就觉得 怎么会腰这么痛嘛 所有我们家的人 我老公跟我女儿都觉得说 妈妈你真的 你不要再演了 你太夸张了 我除了 一直想尿 但是尿不出来之外 我就开始 就开始那个 打冷战 打到就是多夸张 我们家寒流的那个后被子啊 三条已经压到我身上是 我已经快要不能呼吸 但是就是已经压不下来 我也是觉得我鬼上身了 我觉得我皱邪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发疯了 然后就是整个是 整个床是这样 我就跟我老公说 送我去医院 就是赶快送我去医院这样子 我就送急诊 送急诊当然就是 医院一看你的症状很清楚 就请你验血 抽血验尿这样子 然后当然白雪球就很夸张 就一万 一万四五吧 就是直接告诉你说 请你准备住院 然后先生回去打包行李这样子 我说我不住院 我说我现在 我才刚 今天第八天 我的宝宝才刚回家而已 我要喂母奶 我不可能住院 而且我放不下小孩 我不住院 你开药给我吃就好 我不住院这样子 他说不行 你现在这么不舒服 你一定要住院 因为我连去医院 是已经没办法走路 就是已经没有力气了 你连这样都怎么会 你连这样都不住院 所以怎么会 因为我们不是有擦尿管吗 我刚刚不是讲说 我们今天没有擦尿管吗 应该就是在拔尿管的 因为擦可能没有太大问题 拔尿管的那瞬间 就感染了 然后我后来有请教 就说可能那个动作 如果一不小心 的确是会容易就尿到感染 你还能持续贫尿吗 还是会 我觉得从那之后 你就会常常会有感受是 就是解不干净 解不干净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到目前为止 我会觉得有点烦的地方 这个很烧到厨 因为我们刚刚像 比如说刚刚周医师教我们 那个按的那个东西 如果我们在尿尿的时候 去用力这样 有没有帮助到它 应该没有吧 因为女生没有办法去测速 我们不可能有泡物线嘛 对不对 女生不可能就是坐着尿 可是你有时候女生尿尿 用力尿会把它尿干净的意思吗 有的时候是一点点的水 那如果你就是 用力去试验 把妈妈加压一下 对对对 这样也要帮助 加增加有时候反而会造成有点贫尿 我补充一下 我补充一下 大概每一个憋尿人都有个经验 如果你这一泡尿 背了三个小时 就你发觉你尿完之后 你可能下一泡尿 不到半个小时你就会尿 对 最大原因是因为 当你的尿尿膀胱超过五百之后 你算你换可能尿尿 尿了可能四百掉 你会有个余尿一百细 对 那就是因为你膀胱撑太大之后 它后续你没有办法完全回缩到原来 就像胖子打不出来 就是说它的气球有点萎缩 那这个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尿完之后 你可以压一下腹部之后 可以帮忙把这些余尿给排掉 那你记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这一泡尿 憋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那你要记得下个半个小时 如果开始你有尿意的话 你一定要赶快去尿 那这时候你要把里面的尿 可能会有两百五到三百左右 这时候你把尿尿干净之后 你后面今天就可以过着快乐的生活 其实一般人除了憋尿之外 尿没尿很烦 多尿也很烦 其实女生有两种很常见的 是所谓的那个过动膀胱 之前有一个女生她真的很惨 她就是刚好跟大家不一样 她就想说我千万不能憋尿 所以她只要一有一点点尿 她就会去尿 可是她那个时候又听信人家说 最近不是有一则新闻说 什么有一个女的 她就是多喝水 结果过了多久 反而年轻很多 整个人都年轻了 每天都要三千去吃 对 每天都要喝三千 于是她就是相信 她就是天天都喝很多水 然后她又是那种艰辛 一有尿就一定要去尿尿的人 因为她觉得一忍尿 就对身体不见 结果我跟你讲 她持续一针子之后 她就发现一个很怪的现象 就是她再也没有办法忍尿这件事 就是说 以前她可能一次尿 是尿200cc 300cc 对不对 她现在每次 就是只要一点点 她就一定能去尿 而且憋不住 然后她就后来发现 不对 越来越那个容积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感觉她的膀胱好像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但后来她很严重的时候 是因为她其实是一个业务员 她有时候要开车到 比较远的地方去工作或干嘛 她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我高速公路从这个休息站 到那个休息站这间的距离 她也没有办法憋住 后来给医生检查 医生就说她有过动膀胱 就她的膀胱可能已经到了 就是只有太 一个很敏感的膀胱 就是一点点她觉得 我一定要去上 我一定要去上 所以后来就变得非常严重 然后去治疗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更惨是 就是性生活的部分 另外一个更惨 是影响到她的生活 就是性生活的部分 那女生很奇怪 她就是三十岁左右 然后反正就是 好啊 交了一个男朋友 交了一个男朋友 后来就决定 然后两个人 当然有一些 比较恩爱的行为 后来就觉得很奇怪 还没有真正 怎么样的时候 她就 反正她就因为 非常非常的痛 然后她就跟她男朋友说 不不不不 停止这样 然后就说 奇怪怎么会这样 你是有什么样的疾病吗 后来就给医生看医生说 她得一种病叫做 坚持性膀胱炎 那她说她那个膀胱炎 导致说她即使 虽然刚才 因为廖医师有解释 膀胱跟我们的 生殖道的位置 其实就是前后的 隔壁 那因为她后面 非常严重的在发炎 所以她即使 她想要做爱做的事情 她也会非常的痛 所以她完全没有办法 做那档事 有两种问题 那这样说起来王医师 坚持性跟 过动性膀胱炎 造成原因是什么呢 基本上 膀胱过动症 或过动膀胱的话 它基本上 它原因比较复杂 那基本上 它有生理性的 跟所谓的那个结构性 跟心因性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病人 它基本上 它是因为心理的关系 他觉得他一直要去尿尿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提到说 我们膀胱它很特殊是说 它像是一个 可以吹气的气球 你平时都不训练它 它变成弹性 它没有办法 有那个弹性起来 可是如果你常常去 它吹得很脏 它因为弹性又疲乏掉 所以基本上 它是一个很两难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希望说 我们有尿液 你要知道你的尿液 可能至少要250到300 再去尿尿 如果你每次尿完尿 尿不到100cc 又觉得解不干净 又去尿尿 又去解个20cc 甚至50cc 那表示你这个 整个尿尿的一个结构 是有 整个过程是有问题的 那基本上 必须找泌尿科 去做一个 尿腻的一个动力学 看你整个尿尿 膀胱可以撑到多大 你那个整个B尿肌 怎么去把那个尿排出来 那整个速度 流速 跟那个角度 去做一个分析 那基本上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那其实素心讲的 这两个基本上 都不是哥啊 基本上在临床上面 它其实蛮多的 只是这个原因 都比较不容易找到 像刚才有提到 一个兼职性的 膀胱炎 这是一个更特殊 那其实把它做一个 膀胱性的检查 发现它膀胱的黏膜 只要一冲 一次有膨胀之后 它把它灌水 膨胀之后 它那个黏膜的下面 就出现很多出血的现象 那因为这基本上 它属于黏膜的下面 所以我们叫做兼职 比如说这个病 它本身的诊断 是要靠病人的一些描述 再加上一些 膀胱性的检查 那如果是膀胱过动症 就是以病人的描述 你的症状 只要你一天尿尿 可能尿过到六次到八次 那每次尿尿都解不干净 这样就基本上 会认定是膀胱过动症 虽然这两个病 听起来有点一样 但是治疗方式 却有点不太不一样 因为膀胱过动症 只要吃药的话 它可以控制得很好 那我请教一下 这两个膀胱炎 它是因为生活作息 而导致呢 饮食导致 还是情绪压力 还是什么环节 这个是多环节的因素 目前来说 以膀胱过动症 有时候刚开始 它是跟心理比较有关 它觉得自己想要去 一直想去尿尿 那这种的病人的话 膀胱过动症 我们希望就是 膀胱训练 其实基本上 其实像 如果很多人住院住太久的病人 膀胱比较没力的话 尤其是你用擦尿管 超过两个礼拜的话 你膀胱本身 一扭力的话 我们在出院之前 会做膀胱训练 会把尿管夹住 让你的膀胱 能够撑到150 200的时候 再测那个量 再让你的尿排出来 所以膀胱过动的人 用这个训练的话 他可以慢慢 把他的膀胱的感应 可以恢复到250 300甚至到350 那这些坚持性膀胱的病的话 它基本上比较麻烦 因为治疗方式比较不好 所以简单的讲 这两种膀胱也应该 一刚开始都是因为 情绪上的异象 有时候是情绪压力 情绪压力啦 可是后来这会到是病人 我告诉你 只要得这两个病人的话 在后来基本上情绪 都会变得很糟糕 就开始有忧郁倾向 变成恶性循环 对 变成恶性循环 所以这病人这种病 基本上在我们民床上 你只要看到这个病人 都会觉得 还要挂心理科 应该说给他安抚 跟他讲说 这个症状控制到某个程度 让他心理不要有太大的疙瘩 反而对他来说 是个蛮大的方式 王医师您刚刚讲的说 尿量一天要6到8次 这个是属于白天的情况 整天 一天 包括睡觉 对 我们希望晚上尿尿 不要起来两次 这是个很重要 很多人晚上的睡觉 如果你起来两次的话 你的睡眠会中断 你的睡眠品质会不好 可是你觉得像我白天 我可以很长的时间 都不上厕所 可是我晚上就多到离谱 我的一个睡觉过程 有时候是三四次 起来上洗手间 真的假的 可是我睡前不太敢喝水了 其实我们本身尿尿 是一个很特殊的机制 为什么有人可以 忍尿冷那么久 因为他本身可以一种 就是说 那通常道理 你白天忍尿冷久了 你整个身体的那个排泄循环 他一直移转到晚上才做 所以说你这个情形 在我们尼床上面 会遇到有些人 其实有些人 真的他晚上尿比较多 可是这基本上 你是一种肾功能不好的现象 所以他那个不能说 是生理时钟 对 他跟生理不一样 他本身对你的 因为我们常说 在我们的肾脏功能里面 如果是一种慢性的 一些肾病变化 他有一些病人的现象 就是他本身 他晚上会变成比较多尿 而且是真的有尿 不是说想起来一点点 是真的就很多 所以说如果你可以的话 去做一些 一些所谓的肾脏功能的检查 是说尿医的一些分析的话 可以知道说 你目前的肾功能 是不是因为 你这些常年的一些这种习惯 导致有些影响 对 那又或者是不是有体质 有影响 就是什么样的人 容易有频尿的问题 其实刚刚讲 那个柔安这种情形 我们在中医来说 他白天因为身体的阳气够 所以你可以憋尿 可是我们到了 晚上的时候 是不是身体的阳气 比较不够 所以这时候 你开始憋尿的这个 没有办法忍尿了 所以你反而在晚上的时候 尿尿次数会增多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临床上 常常贫尿 我们体质分为三型 第一种型呢 就是属于这种 那个皮肾虚寒的 比较虚损的 就我刚刚说 Lind Day的体质 所以他除了贫尿之外 很明显 他在冬天的时候 或是天气冷的时候 这种贫尿的症状会加剧 甚至他会晚上起来 上厕所 三次以上 像刚刚柔安讲的这种情形 而且呢 这类体质人 当然就很容易怕冷啊 手脚冰冷 然后甚至呢 他可能有腰酸背痛的情形 分泌物多 然后或是有一些 子宫下垂 或是脱缸的情形 我们这属于这种 皮肾虚损型的体质 那一般来说 是年纪大的人 或是有生物腺肥大的人 容易有这个问题 那刚才讲说 我们那个身体就是 比较虚的人 也要注意了 那再来第二个体质 是属于 那干气郁结型的体质呢 他主要就是 刚刚讲 他在紧张压力大的时候 特别容易贫尿 而且他会有一个 很特殊现象 叫尿急迫感 所以尿急迫感 就是你想去上厕所的时候 你觉得你一飞去不肯 否则你会整个 尿到裤子的感觉 就是尿急迫感 而且这种 但其实尿却不多 对不对 对 而且睡前的时候 有时候有活动的时候 在那之前 就会一直 觉得想上厕所 对很紧张 压力大受 就一直想上厕所 那是心理因素了 对 而且你会发现在睡前 要睡觉之前 特别想上厕所 可能上了四五次以上 可是很奇怪 一睡着之后 他可以一觉到天亮 这种他有情绪上 或是有一些特殊点 他特别容易贫尿 那当然这类的人 他就是比较容易 属于肝气欲结型 那第三类型呢 就属于的膀胱湿热型 膀胱湿热型 就是刚前面讲到的 尿道发炎 膀胱发炎就属于这种 所以他小便 除了贫尿之外 他小便会有着热感 刺痛感 然后容易有些发热的情形 都是属于这种膀胱湿热型 所以不同体质 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那二师 那如果是贫尿的人 你们会建议怎么样改善 如果你是属于这种 皮肾虚损型的话 就是刚刚说 它比较linday的体质 然后会建议就是说 我们在饮食上 你就不要吃一些 比较冰冷含量刺激性的东西 然后记得 我刚刚说要做好保暖嘛 所以腰腹部的保暖 非常的重要 我桌上摆的这些食物 就是属于比较暖 那个暖膀胱温盛的食物 像大家熟知的 山药啦 芡食 龙眼肉或是紫米 然后荔枝人 核桃人 这些都是比较可以暖身体的 这也是补气嘛 对 这是补气 温补肾气的 那如果是属于 肝气郁结型的话 会建议大家 就我们不要吃一些 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像尤其是什么咖啡啊 酒精啦 还有茶 这些刺激性食物 会造成贫尿 然后会建议大家 做一些饮食记录 因为其实这类 肝气郁结型 它有时候对某些食物 特别的敏感 特别会造成贫尿 所以你可以做饮食记录之外 还有我刚刚前面讲的 排尿记录 我不建议你跑步 有时候跑步有些 还可能漏尿的问题 会建议它用静走 因为我们在静走 快走的时候会扭腰夹臀 所以反而会训练 我们骨盆底肌肉的力量 所以可以用快走的方式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睡前的话 我们可以泡个足浴 那我们知道 我们足底有那个涌泉穴 就是圣经的穴位 它可以让我们圣经温暖之外 我们泡的足浴 也可以让我们情绪 比较得到放松 其实这干气郁结 只要你把情绪打开了 其实就改善了一大半 对 就是压力它跟情绪压力有关系 那第三种就是 膀胱湿热型 这类型的人就一定要避免 吃一些上火的食物 刚刚前面提到 辛辣炸口刺激 尤其是现在冬天 大家很喜欢禁补 什么麻油鸡 姜母鸭 麻辣锅 有这类体质的人 千万就不能吃这些禁补的食物 那平常在保养上呢 中药建议我们可以吃个 都是有利尿消肿的作用 尤其会推荐大家吃这个白毛根 因为白毛根 在中药来说 它除了有利尿之后 它还有 清热凉血的作用 所以清热凉血就是它可以 就是我们讲预防泌尿道感染 很多人说什么蔓越莓 对 对不对 那蔓越莓到底有多少 很多人说什么蔓越莓 对 那蔓越莓到底有多少 一般我们其实对系列研究 我们都会跟 只要是来看过一次以上 膀胱发炎尿道发炎女生 我都跟她讲她要去买 蔓越莓回来吃 那我会特别强调一件事 要去买蔓越莓的健康食品 浓缩胶奶 对对对 你不要去买蔓越莓一支 因为蔓越一支非常的酸 而且 一定的 但是你要买另外一个 绝对会甜 那个宝特瓶的那一个 对 那个甜的 其他那个纸盒包的都酸到饱 那其实为了那个甜度 你就知道 它里面加了很多的糖 你可能该有的浓度 又没有保护到 那基本上可能就喝得过多的糖 你说的是已经是果汁了 对 我比较推荐就是它的那个 濃缩胶囊的保健食品 那样的浓度才能够说达到 预防跟治疗 因为毕竟在我蔓越莓的研究当中 它对于泌尿道感染跟 膀胱发炎的预防跟治疗 都是有效的 那当然 这重点的条件是 你要能够养成 适当的喝水习惯 跟排尿习惯 你有一点小状况 或是当作一个保养用 你不要等到已经开始 咖喉酸 或者开始打冷战的时候 再开始要吃的话 你可能已经就来不及了 我那时候要结婚前 有一阵子我情绪很紧张 然后再加上 因为那时候常常去试礼服 所以那时候 我有一阵子有憋尿了 但是憋尿之后 我就发现 因为你也知道 我已经是尿道炎的老手 专家拽抓 不是 我已经 就当然要去找医生 但是我知道不太对劲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开始去 我就去超市 我就买很多蔓越莓回来 然后我就开始吃 然后把蔓越莓汁 打成果汁当水喝 然后又吃维他命C 然后又一直喝水 然后又一直跑厕所 然后呢 大概两半天这样 就压下去 压下去了 就没有那一看 好厉害喔 我不知道我是不对 但是我只有那一次 就是因为我发现 我又有灼热感 那我就开始用这个方法 但后来就有压下去 就OK了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 就是蔓越莓是针对这种 细菌性的膀胱炎 其实是有改善的作用 但是我们刚刚 是不是有提到 一种 如果是这种非细菌性 引起的兼职性膀胱炎 其实不建议吃蔓越莓喔 因为蔓越莓产生这种 妙异酸化作用 有时候反而会刺激 这个膀胱壁的黏膜 造成那个表皮受损 跟它发炎更严重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 兼职性膀胱炎 或是那种膀胱过动症 其实反而是不能吃这种蔓越莓 或是这种含维他命C 什么小红莓这些来补充 要提醒大家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都鼓励吃新鲜 可是唯独这个事情 我跟王毅师的见解是一样的 其实你要吃胶囊 比较足够 那些新鲜物 其实浓缩起来有多少 然后第二个 其实除了蔓越莓之外 你只要看到那个紫色的水果 莓果类都可以 包括所以葡萄 如果一打的时候 连葡萄酒都可以 或者其他只要看到什么 只要那种紫紫横红的 对 其实多少都有 可是要注意的就是 你刚才说维他命C这件事 之前有人就想说 那我大量吃啊 所以甚至有一阵子 还卖那种叫做什么 维他命C排毒粉之类的 就让他每天吃就觉得说 从肠道到命尿道 都会整个非常的干净 然后又可以预防 结果你知道吗 那时候有一个诊所 蛮大的那个 他们就发现有一个案例 是一个老太太 她也是跟着吃 结果吃的量太大 因为维他命C粉太大量吃 然后她本来就是一个 结实的体质的人 结果吃了没多久之后 大概半年多吧 结实又复发 所以维他命C不能超级大量吃 尤其如果你是 已经有那种草酸结实的体质 你真的建议你要从天然物 不要补充那什么维他命C粉 或订一颗什么 一千毫克那个 太多 反而让你再复发 因为我会以为它 已经排掉 以为它留不住在体内 其实就结实 对 如果你是结实体质 你又超大量补充的话 可能使它再复发 是 好 那最后呢 王医师来帮我们总结 我们要让膀胱更有力一点 这个生活的习惯 要找过什么 第一个生活作息要正常 不要太晚睡 然后基本上正常时间喝水 提供大家一个小时 要喝100cc到150cc 那要养成一个习惯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要去上一只厕所 如果你是属于膀胱过动症的话 也不要15分钟就会上一次 要稍微忍一下 忍到至少一个小时再去上 再过来 其实理性方面 我都跟大家讲 其实刚才终于有提到说 提纲 夹屁股 那个我们系一个专有名字 叫做 生过小时的妈妈都知道 生之前要学什么 拉梅姿 生完之后要学什么 凯格尔 但对你的泌尿道有帮助 对你的夫妻生活 也有很大的帮助 对 那男生也可以练凯格尔吗 当然男生可以 你站胃病的时候 班总就叫你 要夹住你的大腿 就是凯格尔 就是凯格尔 好啦 今天不讲 我们不晓得说 原来膀胱 它是严重到可以致命的一个疾病 对 所以要请大家好好的呵护它 祝福大家 这个膀胱都能更有利 是的 谢谢